各位伙伴和海内外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闲情如水的频道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用软体在电脑上或手机上面翻墙之后的 碰到的一些小困扰 我就今天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以免大家在之后碰到我这样子的问题 或者是碰到了这个问题如何记忌解答 这个我们要从沿头开始说 也就是说我从小学一开始 就是用的谷歌上网来查询资料 作为学习的一种工具 因为谷歌上的资料确实是比较前面 相对来讲也叫客观 我记得是08年 那段时间突然就上不了这个谷歌了 后面我就有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上谷歌网了 接下来来过多久 我就接触到了那个所谓的翻墙软体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后面我就接触的更多的那个翻墙软件 在这个十来年的时间里面 接触了非常多的这个翻墙软体 而且也使用了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这个翻墙软体 那么不管是用 不管是在手机上或者是电脑上面 当然也都使用 那么同时 我们用了这个翻墙软体之后 我们的手机或电脑 就会出现一些那个上网不正常 比如说我们浏览一些网页上不了 我们的手机电脑网络都非常的正常 但就是上不了网 一直也就在研究 后面我就发现问题 其实很简单 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个小困扰 分享给大家 以免大家也受到同样的影响 就算受到了这样子的影响 也自己立马可以解决掉 让自己的手机或电脑上网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镜头 转移到这个电脑屏上面去 那么我们首先点开始 按这个控制面板 再到这个网络Internet 再到这个Internet显像 然后再到连接 那么我再点击这个记忆网设置 那么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点进来这里 如果你之前有开启任何上网工具 那么它这边 它这边就会自动 默认勾险为这样 只要有开通翻墙软体 它就会默认勾起来 也就是说默认设置为勾险起来 那我们不需要翻墙的时候 也就是退出了这个翻墙软件的时候 这边也同样是属于是 是会勾险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的网络连接属于正常状态 也不能上网 也接通不了网页 也上不了网站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勾起销掉 然后再按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电脑就可以正常的上网了 那么关于电脑上面 使用翻墙软体之后 造成不能上网的困扰 我们就已经简单的说到这里 接下来手机 我们开通了软体 软件VPN等软体上网 之后 有时候也会出现 手机不能上网 那么手机不能上网 我们就直接开机重启手机 那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 那么我们碰到前面 不能上网的这个问题 我们千万不能去说什么 什么小分机 或者是SS 或者是SSR 点翻墙软件工具 是病毒软件 或者是病毒工具 是因为我们这个 设置方式上面 我们没有干净过来 所以说我们不要 对其他的一些软件工具 造成误解 关于电脑和手机 使用了翻墙软件之后 而导致电脑手机 不能正常上网的情况 和困扰 我已经教大家如何解决了 如果还没关注我的朋友 赶紧订阅关注一下 后面有新视频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下期见 谢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